一个男人开着车昏昏欲睡,突然路边一个浑身是血的路人,闯入他的眼,男人吓得透心凉,还没等他反应过来,又一次,那个满身是血的路人出现,青天白日撑着把红伞朝他招手,他猛踩刹车,可刚刚打伞的路人已经消失不见,男人惶恐不已,而为何他会经历这么可怕的事? 这要从不久之前说起,夜晚,收废品的阿伯还在拖着垃圾车前进,突然一个橘色东西窜上他的车,老伯拿起一看,竟然是一颗活蹦乱跳的头颅,他吓得一机灵撒手就丢,再一转眼,这个头的身子正在旁边跳舞,旁边的导演看到这画面,忍不住喊停,原来这是在拍戏,暴躁的他简直受不了这种垃圾剧情,于是,他就让副导演找人重选场地再拍,好巧不巧。 这艰巨的任务就落到了女主身上,当即,女主的男友就陪着他开车出发,两人昏昏欲睡,突然男友像是看到了什么东西,以为花了眼,又一次,那撑着红伞的诡异男人再次出现,男友猛刹车,迎来了女主的抱怨,可选址依旧地继续,于是在惊魂未定下他陪着女友,来到那所选定的老房子,黑暗的楼道,怪风呼啸,墙上挂满了密密麻麻的黑白照,男友总觉得,这地方不太好。 这地方不干净,想要带女主走,却不想,女主大胆得很,随手帮人家把倒掉的骨灰盒放到桌上,还拜了又拜,殊不知引来了大祸,而第二天剧组的人也浩浩荡荡搬进老宅,没想到,一向挑剔的导演,竟对这阴森森的房子无比满意,当即吩咐化妆师给演员化妆,准备开拍。 不想,正在调整摄像机的摄影师,一屁股撞掉桌面的骨灰盘,幸好女主及时出现,将急吊下的骨灰盘接住,信奉神灵的她对着骨灰盘,再次拜了又拜,生怕惹怒神灵。 而剧组中的一位女同事,心中感到莫名的不安,她在房间里走来走去,总觉得有什么东西在跟着自己,紧接着,一声刺耳的叫喊,将她吓得一击铃,一转头才发现自己剧组的女演员被化成了死人模样。 这位被剧组请来的化妆师竟是入恋师,女演员觉得不吉利喊来导演,可导演看着这妆容却大喜,这妆容正符合这部电影的主题,而电影即将开拍, 不料再次发生意外,作为道具的坛子,竟然被打破了,道具小哥勿用桌上的骨灰盘充数,抱着他去拍戏,于是,在骨灰盘的作用下,女演员拿着尖刀,朝着地上的人奋力扎,眼看那人就要命运,咔,原来这又是拍戏,而结束一天工作的几人,为了庆祝今天的初次合作,相约一起酒吧蹦迪,众人欢庆,随着灯光摇摆,唯有女主与舞池格格不入,独自一人坐在座位上, 而没有得到,抱贝的男友,也给女主打了电话,可话还没说几声,电话就突然自己断了,任凭男主有再多钱,也没有用,无可奈何的他只好开上车,准备去老房子接女友,却不想更可怕的事情发生 7月半的夜晚,千万不要一个人开夜车,否则你将后悔终生,阿强独自一人,开车去接女友,不想再次看见了,那个打着红伞的男人,这次他看清了男人的脸,竟然是穿着西装的自己 紧接着,眼前平缓的路面呈现90度凸起,她在一声尖叫中,消失在了夜色,而另一边,昏昏沉沉回到家的女主,以为男主还没有回家 忍不住地抱怨,下一秒电话响起,工作人员告知她男友死了,女主不敢相信这一切崩溃痛哭,而这些也被剧组的人知道,几个人围在一起嘀嘀咕咕,说是鬼神作怪 这话被监工的导演听到一顿大骂,众人才人鸟俱散,而思念男友对质的女主,夜晚看着墙上的照片,男友的身子变成了绿色 而她的头更是极度扭曲,女主心惊胆战,想起曾经男友的话,才觉得会是阴魂作祟 为了证实这一想法,她找到了一家驱魔网站,在上面留言求助,说自己遇到了鬼魂 不想这一行为将恶鬼激怒,泳池边的导演立即遭了殃,她被鬼魂附身 对着身边的化妆师狂掐,又大吼大叫,幸好化妆师及时反应,一脚将导演踢下泳池 导演这才恢复正常,而另一边的女主这边,又有新的情况出现 一通无声的电话让她全身绷紧,她顺着源头一查,竟是自己家的坐机打来的 坐机在客厅,女主就坐在客厅等,想看到底是谁在暗中捣乱,也是因此她心力交瘁 结果第二天迟到的她,就挨了副导演的一顿臭骂 心中有愧的女主想要找她谈谈,随后登门待访 没想到一个小男孩坐在门口哭,让她赶紧进去看看,色彩胶硬的灯光下 热辣的妹子被油腻小年轻蛊惑,突然一束强光打在她的脸上 原来是警察叔叔发现了他们,男人服卵就要走 不想手边辣妹竟然变成了个指人 就在不久之前,女主推门进了副导演家的门 副导演完全忘了白天市,中了鞋一般 拉着女主的手镜说要公开追求她,女主肯定不同意 没有得逞的副导演大吼大叫,步步朝着她逼近 她察觉不对劲,举起香灰,砸向副导演 果不其然,一阵绿烟冒出,终于摆脱亡灵的副导演 脱力地坐在地上,可害怕的女主怕副导演在追来 躲进了离她最近的浴室,浴室玻璃上的那一排排血手印 把她吓倒,她冒险逃出门外 在那之后,她将这件事告诉化妆师闺蜜 闺蜜也觉得那座房子阴森森的 在自己的感觉得到证实后,女主找来摄影师帮忙 在自己家贴满黄服,可贴着贴着 就出了岔子两人静着了磨一般 又去酒吧蹦迪,还在路边亲近 紧接着,一束强光打在摄影师头上 她大声怒斥,在转头 才猛然发现手上抱的是纸人 她吓得惊慌失措,转身就跑 第二天,看见女主更是像见了鬼一样 嘴里嘟囔着什么,扔起补光灯向女主砸去 幸好剧组的人及时发现拦住了她 女主才能幸免遗难 而化妆师更是录下了男人口中的话 带回去深入研究 随后,她又在驱魔网上看见了女主的留言 原来这网站就是闺蜜建立的 而根据女主的描述推断 她推测一定是阴宅里的恶鬼 喜欢上了女主 紧接着,这话得到了证实 她破译机器里的话 她反复重复着一句话 她要跟女主结婚 化妆师听到这话大惊 不想下一秒 房间里的灯瞬间熄灭 化妆师当即拿着手电筒在房子里到处照 不想在某处看到了鬼影 而另一边的女主也接到了化妆师的电话 她赶忙提着包往公司跑 不料,一转身就对上了 男友那张阴森森的脸 紧接着是更多张死人脸 他们将女主团团包围 面目睁獰嘴里总是嘟囔着 要跟女主结婚 就可把女主吓坏了 而察觉这段时间一直不对劲的导演 终于相信了鬼神 她与闺蜜合作 两人来到公司驱魔 不料,跑着跑着跑散了 镜头一转,闺蜜见到了此生最恐怖的画面 导演女主像着了魔一样 夫妻对败正要成婚 闺蜜上前赶忙阻止 恶鬼操纵着导演的身体 掐住闺蜜的脖子 闺蜜不犹豫反手给了她一脚 让她断子绝孙 当即她抱起桌上的骨灰坛 威胁鬼魂放人 可鬼魂做得更绝 直接让两人抹了脖子 闺蜜不犹豫把骨灰坛摔碎 恶鬼永世不得超生 你以为这就悲剧终了 下一秒导演跟女主苏醒 看来这又是一场演给恶鬼的戏 于是他们起身转身就要走 可大喜红布上的鬼脸 却是分外争獰 更大的灾祸即将来临